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电影区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孩和护卫犬的感人故事 很多年以前,男孩小野的父母因为一场意外去世 小野的市长伯伯拿到了小白的抚养犬 并公开宣布收小野为义子 还给了一条小狗小白来陪伴小野做他的护卫犬 并把他们监禁了起来,生怕给市长惹出什么麻烦 后来市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以及得到下一届选举爱猫人士的支持 他打算制造一场犬流感的病毒 市长带头把家里的小白送去了一个流浪党 并支持鼓励市民们效仿 刚开始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的 带头的就是下一届候选人之一 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候选人就被刺杀身亡了 这让不少反对派吓破了胆 毕竟市长背后的势力不是一般的大 上到国家的重要官员 吓到市井混合黑帮 很快底下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 市民纷纷把自己的狗扔到流浪党自生自灭 这时小野不愿意了 本来这市长就剩他和小白相依为命 所以小野逃出了市长手下的看守 独自跑到了流浪党寻找小白 小野刚去流浪党没多久就遇到了危险 是五只岛上的狗救了他 其中一条狗叫小黑 是这些狗的领头羊 渐渐小野和这些狗的感情越来越好 并带着他们踏上了寻找小白的路上 费尽千辛万苦 可是依然没有小白的消息 此时市长已经收到了小野逃跑的消息 于是市长命令手下一定要把小野带回来 不能让他惹出什么麻烦导致自己选举失败 没过多久 手下就找到了小野并实施抓捕 没想到这时 小白带领着一群狗冲了出来 救下了小野并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小野了解到 小白乘户了这岛上援助狗狗们的首领 还成了家 并不打算和小野一起回去 还把护卫权的责任交给了小黑 市长得知手下的失败以后 打算加快毁灭计划的进度 把流浪岛上狗全杀光 此时一名外国留学生 极力地阻止这件事发生 经过他的不懈调查下 终于找到了最后一群血亲 正当选举大会进行到最后阶段时 小野带着岛上的狗狗 用岛上的资源成功回到了市里 并推开了选举地点的大门 众人看见他们都充满了惊讶 随后小野大声地揭穿了市长阴谋 并当中的血清治疗了感染犬流病的狗狗 还劝说市长放弃 虽然市长被小野说服了 可他身后的黑势力却不愿意 并按下了毁灭计划的启动按钮 不料事情并没有像黑势力想象中那么发展 原来毁灭计划的程序 已经被一个爱口人士所更改 故事的最后 小野继承了市长的位置 还成立了爱口协会 得到了市民们的大力支持 并且把所有的黑势力人员全部逮捕入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